在这一刻我个人是特别羡慕台上这些可以用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歌手 所以主持人好像似乎也只能用语言来表达一下我们对所有朋友的敬意 但是直言片又怎能够严禁我们对所有爱心人士 这十周以来对我们支持的感谢呢 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最想感谢的应该是这十周以来 接受了我们馈赠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正是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这点点滴滴的爱心 才让我们在这个十个星期的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 这日子过得是那么的踏实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有了方向 我们的奠念有了去处 吴欣先生说过这样的话 德国科隆大教堂的终身 公文一度是幸 终日宁听是福 我们在那个舞台上 我们一度因为所有人的歌声而失声落泪 我们每天都知道自己的爱在不断地累积 这是何其的幸福和快乐 我刚才在片子里面看到的孩子们闪烁的眼睛 那岂止是眼睛 那是黑夜当中最明亮的星星 我看到孩子们挥舞的双手 那岂止是孩子们的双手 那是绿绿的树叶 那是生命的希望在向我们召唤 节目就要结束了 我特别希望的是天生一队在这一刻 现场的灯光暗趣的时候 歌声依然在为大家响起 我特别希望天生一队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这种爱 接下来的时光 我们有可能不再有机会 这么近的方式来面对面的住所 但是因为天生一队 我们彼此结缘 我们跟孩子们结缘 我们跟场上的几位槽 跟朋友结缘 跟所有明星朋友结缘 我们跟所有不知名的爱心人士结缘 这样的缘分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 因为天生一队 让我们每天都会过得很踏实 因为你们我们知道我们爱的区域处 我们知道我们店面的区域处 因为你们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 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说太多太多的话 实在是没有太多的益处 最后就让我们用最最简单的鞠躬 来表达我们对所有爱心朋友 对电视机前的每一位 在这十个星期当中发了短信支持我们的朋友 还有在我们现场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没有到达现场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说一声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让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幸福 谢谢 谢谢 谢谢